盛老板 快上车 把这些钱送到京部长府上 别让人发现 除了叉子 为你试问 项里有什么钱 有你 什么事啊 是不是募捐到的钱 我让你别问你还问是吧 你给我起开 你去不见 你去不 开门了 试试 我去找他 沐娟的上款也敢拿 放了良心了吧 你打哪钱啊 这是沐娟的钱 这是我私人孝敬警部长的 你管的也太多了吧你 去去去 什么来着去 爹 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 就我俩演这一出 图什么呀 我这个世纸啊 年轻冲动 又爱管闲事 好啊 就让他去撞枪哭声 追 对 今天是一演 唱得开心 没那么多规矩讲讲 大家伙都知道 我是唱声的出道 后来改的弹行 今儿给大家串一段 好好好 您多捧场 来 咱们继续听戏 我坐下 到后来 吃 吃 真好 虽然是言颂老子 到的盆子老爷 天天莫丽兴 让人在酒家里 那一串蹄蹄 今天上作的是 家境君 那一场作的是 严格拉 他就是国朝中 上起天子侠呀臣 宝朝传惠 埋托的监责名言说 一言一言一语 一言一语 一言一语 好啊 我说姐夫 外行了吧 他太上唱这段是马鸡了呢 这不要 锐哥在马金瘸子 唐虎捐款 你瞧瞧 厂的人都听出来了 这这是鸡腹这 真吵 你信不吵 是啊 真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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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 sí 你语 你语 练乎 走 我都喜欢 你给我过来 是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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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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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老板 快上车 干嘛呢 一个细子都拿不住 真没用 要不 要不我们去班子逮他 算了 区区一个唱戏的 吓唬吓唬也就知道轻重了 亮他一个小泥丘 也翻不出什么大浪来 厉害呀 山老板 功夫不错 打得过秋八 躲得过鹰犬 佩服佩服 佩服佩服 那可不 我的武功 不必我唱得唱 刚刚唱得痛快吗 痛快极了 痛快过了 就该倒霉了 沈老板 今天在座的各位要员 全都懂戏 你接了金茄子汤木捐款的老底 他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 你就算躲得了现在 以后也不好办 那您说怎么弄 我听您的 这事我也处理不了 得找人来帮忙 找谁帮忙 你知道金部长 为什么要谈钱吗 他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太小看金部长了 这点钱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何必弄得吃相难看呢 算了 算了 你先别声张 这事就要给我处理 来 金部长 这边 金部长 看这里 金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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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部长好 金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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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快 快看看钱 什么 へ sanit 你看这个吧 是 可世邻 你可真 нрав 你可真不 millones 呢 可真是 好玩 好玩 来 过来 爹 我现在是看到这个商戏蕊 就一肚子的窝火 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事 都让他给逃脱了 他还找到戏园子落脚了 雅虹戏院是个落园子 多少饼绝啊 都在那儿唱过 地位不一般哪 我也是唤不动 真是便宜他了 我们收拾不了他 自然有人收拾 这回呀 张绪蕊是扮了石头 撒自己的脚 此话怎讲 我听到一桩陈年旧事 是 当年 长年 长四年吧 当年跟长坡 人快跟他在教学上那个 都下不来 这是 都整整整个乱乱乱的 好 那过去 爹 这可是大新闻哪 您没骗我吧 你还信不过您爹 我 自然啊乃是商细瑞同乡 我问过好几个当地人 说这个事啊 早在平阳传遍了 这红绝的八卦就应该满世界地传开了 他光在平阳传有什么意思 是不是 爹 我给您摸摸